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和文子 今日以期門遁甲和大家推算一下 2021年牛年十二心肖桃花運程 屬牛的朋友犯太衰,很容易朝夜難桃花 所以盡量避免去夜店找你的好對著 通常都沒有好結果 應該去多些人多熱鬧的地方 氣場好的地方,例如喜慶派對 尖旺一下自己的運勢 又可以叫親朋戚友介紹順盤給你 屬虎的朋友桃花運大旺 閃婚不再是夢想 只要主動把握機會 很快發展成同居關係 貴人興旺可以去多些舊同學聚會 生意派對就可以找到你的意中人 屬套的朋友桃花興旺 一見鍾情隨時出現 緣分到擋都擋不住 應該留意多些 跟自己年齡差距比較大些 的異性就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屬虎的朋友桃花運都不錯 接觸到不同的異性 但都是有緣無份 注意自己的心態都是騎牛搵馬 是感情失敗的原因 可以直接去找長輩 去介紹一些順便給你相看 屬蛇的朋友桃花運停滯不前 摘偶條件太高 是你的致命傷 大家真心真意才是最珍貴的 大家可以留意一些 已經離婚、送偶 或者小過自己 或者大過自己七年以上的對象 就可以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屬馬的朋友桃花運轉信 充滿個人魅力 真誠是你的必殺技 真情流露就可以虎虜意中人 大家可以去多些公益的活動 認識到一些慈善善心的土對象 屬羊的朋友桃花指數 是十二個生肖裡最弱 就像沙漠裡尋找方向一樣 難啊 所以大家要擴闊自己的社交圈子 不要再做宅男宅女 不要再等 直接去分界所 或者一些交友平台 找你的理想對象 屬羊的朋友桃花運暢旺 會遇到不同類型的異性 所以不要單憑直覺 去判斷對方是否適合自己 應該托懂和不同人相處 就會找到你的幸福 今年人際摩絡超強 請一些女貴人 介紹一些筍盤給你 屬羊的朋友桃花運 都是比較反覆 多數都是霧水因緣 經常要大玩心理戰 牛年要學懂控制感情 可以去一些課程 進修感 就會找到你適合的對象 屬羊的朋友桃花運 都是浮浮沉沉 很多假桃花 意中人對你飄飄忽忽 很容易成為替代品 大家可以留意一些 外籍人士 海外回流的異性 就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屬羊的朋友桃花盛開 人緣運有助異性緣 但千萬小心不要隨便開始一段戀情 甚至乎多角戀 會惹來一些偏桃花 影響了淨桃花氣場 應該善用你的貴人運 請朋友介紹一些筍盤給你 屬羊的朋友桃花運很多阻滯 桃花未絕心先死 對愛情失去信心 感情忽冷忽熱 很容易無疾意中 可以留意一下公司的同事 或者和工作有關的異性 就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職場 偶然有更多制造 嘗嘗嘻嘻嘩 歩嘻嘻嘻嘻 meantime 感谢观看